ZenFone 6 旋轉鏡頭這樣的idea 它應該是最符合我們消費者真正的需求 它讓ZenFone 6成為一支真正的全面屏手機 靠手指輕輕一拉調整不同的鏡頭角度 另外我們直接把4800萬畫素的後鏡頭 瞬間變成前鏡頭 那我相信這樣的設計可以帶給消費者 一個截然不同的ZenFone 6 ZenFone 6搭載目前最新Sony IMX586影像感測器 具有業界最高的4800萬有效像素F1.79光圈 1.2寸Sensor Size 實現了媲美高性能單眼的大光圈主鏡頭 1300萬超廣角副鏡頭 具有125度超廣視角 結合自動變形校正功能 讓使用者能在最短時間分享故事 當初我們為了要把這一個相機模組 融入整個ZenFone 6的造型設計當中 我們特別為了ZenFone 6設計了一組布進馬達 這組布進馬達它透過了轉換齒比的齒輪箱 還有移軸的設計 把我們ZenFone 6裡面的空間 運用到淋離近視 我們精心調節微部驅動參數 每兩度一階的自訂翻轉系統 讓用戶可以自由操作相機拍攝的角度 那當然也順利的達成翻轉180度的這一個目標 為了製作出最完美的翻轉鏡頭 我們必須嘗試所有新材料 最終我們選擇了液態金屬 液態金屬是一種新的合金 因原子排列方式不同 它能表現出一般金屬沒有的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又強又硬 它的強度是不鏽鋼的四倍 而它的重量卻只是不鏽鋼的80% 我們的相機模組更是經過嚴苛的測試 可上下反轉高達10萬次 G-Sensor是ZenFone 6獨特的防護機制 在手機落摔的情況下 能快速感應 並將鏡頭收回至安全角度 以確保Free Camera 隨時能處於最佳防護狀態 我想Free Camera 也帶給相機攝影 有了無限的可能性 內建的Slidebar 能隨心所欲的控制鏡頭角度 不管是低角度 高角度 超低角度 甚至是超高角度 只要一根手指頭 就能輕鬆範圍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傳統的全景模式要靠使用者手動進行 失敗率很高 ZenFone 6自動全景模式 能大幅提升照片成功率 讓消費者能輕鬆地拍出震撼的全景照 徹底改善他們的拍照痛點 另外 Free Camera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動態追焦 它真的很特別 能自動翻轉鏡頭 你追蹤動態目標物 讓消費者不用擔心拍出模糊的影片 最後 獨特的翻轉鏡頭設計 可以讓後鏡頭當作前鏡頭使用 讓前鏡頭擁有業界少偶的Auto Focus功能 並帶來超廣角以及高畫質前鏡頭體驗 消費者將不需要太多的攝影設備 只要ZenFone 6在手 隨時隨地把攝影大作裝進口袋裡 再次的消費者 再次提升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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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